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没什么用 是吗 你说本来就没听 当然我说的是从某种角度 比如说以情为例 艺术家如果说做一点什么廉价的歌颂 其实没什么用 特别在因为病情的蔓延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压抑情绪的时候 你的创作或者你的作品不能舒缓这种情绪 变成一种廉价的浅薄的各种实质性 艺术家是没什么用 另外一个我一直在强调一条 疫情当中艺术家本来就没有我们所以为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说你在当中还来趁机的拍卖 尤其要通过拍卖去抬自己画的价格 那就不仅是没有了 是有点无耻 但现在也没什么人来帮我过去 不管怎么样 这有的人这样 但是这一次还好了 原来我记得在08年地震的时候就出那么多 是吗 对 现在好像还好一点 对 对那时候就是借什么叶脉啊 对对 来趁机抬高自己的所谓的知名度啊 这就不仅是没有二九五尺 当然我说的是从某方面来讲 对吧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艺术家其实很有用 为什么很有用呢 因为艺术家的能力不仅仅在于他为某些艺术的样式提供精彩的创造 或者说是他们的确具备了某种让我们惊叹的一些技巧也好 能力也好 最重要的是艺术家 我说的是那些敏锐的艺术家 他似乎的确拥有某种能力 可以把一些社会性的情绪集中起来 就是体现出一种这样的情绪以便引起共鸣 当然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才能够引起更大的共鸣 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对吧 但是既然我们人类除了是一个科技动物 技术动物 谋生动物以外 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 那么艺术通过对于精神性的集中的这种创造 是应该获得很好的或者很正面的反响 那这里面如果讲起来还要再分下去 分两种 一种是艺术家自觉的 或者不自觉 首先是自觉的 把自己的作品和某种社会情绪 和某种社会运动 和某种社会的潮流密切联系 甚至就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些潮流 这些艺术家都是社会的工作者 这是一种 这是一直有这样的艺术家 尤其在摄影界 比如说 美国 那个 刘易斯海英 应该是刘易斯海英 他三十年代拍了很多 美国的童工和妇女工人 但是他一再宣称 他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他拍一些照片的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收取足够多的证据 让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妇女和童工保护法 我觉得他说得很清楚 他是一个社会工作人 其实艺术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比如说 那个著名的摄影家 赤里格里茨的年轻夫人奥吉夫 他是一个著名的异权主义的艺术家 但是揭发他要表达一个异性的感受 而且要把异性本身曾经被可能玩弄 或者可能被有所轻视的状况 放大成一种歌颂的主题 要来源于奥吉夫成为赤里格里茨的模特的那段经历 他们不仅是 他首先是模特 根本是情人 根本是夫妻 他也一生很尊敬赤里格里茨 他们感情很好 虽然年龄相差很大 因为赤里格里茨太重要了 但是他也回想自己的那段经历 因为赤里格里茨他拍照是 在他的工作室里面设置了不少相机 然后奥吉夫裸体的走 然后赤里格里茨会忽然说 好很好不许弄 看着拍照 他就在这一种自由被展示当中 他也有一种性别的被唤起的 有种 谈不上羞辱吧 因为他们的关系不是羞辱 但他至少意识到这个 但在当时来说 也是这个旅权主义欣喜的时候 对 所以他在应和这个 那么奥吉夫的艺术就非常明确的 就在为一个旅行主义去账目 是吧 同样的情况也出生在另外一个艺术家 我认为他也是个社会艺术家 就是女性摄影家 南哥顶 南哥顶 五十年代出生的南哥顶 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 家庭 然后他很小就在街头游浪 等于说他这个 跟街头游浪 把我们简单称之为 可能是个小混混门混在一起 但他跟他们在一起玩 在一起 经历了很多 生离死别的 另类生活 南哥顶跟这些他的朋友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拿起相机照相 他其实从他的尽头 我们知道他很爱你 他也当然也对自己的经历 也很有 刻骨铭心的体验 他也一直很难克服他的吸毒的习惯 是吧 那么他现在成为一个重要 那么重要的艺术家 但是他成为艺术家不是他愿意的 他的目标其实就是说 我这些朋友们的经历很不平凡 他们也很多奇特的遭遇 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很早就去世 我要把他们留下来 而且他还拍自己 我非常佩服南哥顶拍的一批自拍照 我觉得这自拍照非常敏略的告诉我 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另类边缘和屈辱的处境 其中有一张自拍照是很多很多女权主义者都要用的 就是被男朋友暴打 眼睛打肿了 站起来先拍照 那个照片是很能用的 是吧 其实大家注意 这张照片因为他眼睛被打肿了 所以大家都会有刺激感 其实他有一批自拍照 他就非常好 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边缘状况的定义 我没想到如此的准确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也是一个社会艺术 但是这些艺术家呢 像南哥顶和前面那个刘一世海英的一个区别 就是刘一世海英很明确 他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他拍照是要收集证据 他拍童工 他拍抱童 他拍妇童 他拍妇女 也是女工 但是 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些照片作为证据拿到国会去 但是我们看他照片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女士海英 他在镜头中传达的是一种尊严 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拍的一些 比如说女工 拍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干 而且有些照片 可以显示出他真的是一个左派 是个社会主义 比如说他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 这是一匹抱童七八岁的抱童 穿的泼泼烂烂的 抱童拿着抱歉 站在巨大的美国国会前面 巨大的古典建筑前面 我一直认为这个照片是摆拍的 这个摆拍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刘一世海英就想传达一种 非常强烈的对立观念 一个庞大的象征权力的 一个古典的白色建筑 前面一群可怜的孩子 这种照片他有好几张 而Lang Golding呢 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社会工作人 但是他很自觉地 要为自己和他的朋友发言 他留下他们的影像 当这些影像到了一定时候 传播开来 人们才惊讶地发现 或者说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 那些优越的人 或者拥有某种上层权力 和地位的人们 才通过Lang Golding的 镜头 知道有这么一些存在 而且Lang Golding的镜头传达的不是抗争 不是受虐待 不是屈辱 我觉得他在镜头中 表达的是他们这样的人的一种生活的尊严 你真的是看得出来的 他们真的在表达的尊严 他真的在爱他们 或者说他们的这种一般人可能不理解的 非常厉害的生活 但是Lang Golding把它拍得非常动物 因为真实 对 因为真实 那么从这个异常来讲 他虽然没有刘一世海一所说的那种 自觉的社会工作者的那种概念 但他同样在为一个族群 一个存在 在传达一种 充满爱心的观察 这一点和心理学乱差很 是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类的 是吧 这个Lang Golding这是一种 那么这种传统其实是流传下来的 我也认为他们是一些社会的艺术家 虽然他们不以社会为他们的一个传达的目标 但相对来说 会不会这一类的艺术家 还是属于在艺术家群中 还是属于少数 准确来讲 能够成名的 或者能够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 本来就少数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以艺术史为标准 或者说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 那些已经被认可的 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来看 我认为绝大多数都有某种社会性 都有某种社会性 也符合我刚刚所说的分类 的确是有两种艺术家 一种艺术家是主动的在为一个社会的运动 社会的潮流来工作 另外一些艺术家 他更多的关心是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群体的状况 但是他们的社会性都体现在 当作品出来以后 它能够使他们所希望表达的意义 超出他们这个族群的范围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现在就是当代艺术这种 形成了一种共识 就是这种方向 应该是有共识 因为当代艺术如果从艺术派算起的话 它首先是要反那种中产阶级的优雅趣味 只不过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要警惕一个这样的概念 当一种艺术的社会性 或者社会的情绪 受到了广泛认可 或者说我们用通俗的画像 获得了成功 会不会就一定有艺术家把它转变成一种心思绪 他们也想捞这个 会有很多跟风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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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